全程热化 为你消化 Capital 958 城市频道 资讯第一台 城市有压力 有压力 有压力 听首歌 释放心情 快歌慢歌 摇滚抒情 和你听歌 和你听歌 生活快乐 早上十点十五分了 今天和你听歌的是 紫干大哥热爱摄影 很会听歌的 也很会生活的紫干大哥 你好 哎呀 说句你好 说到我都不好意思 不会啊 恭喜你哦 你入围了 我希望今年啊 你捧一个奖回来 这样有一点压力 压力 给你压力 没有啦 我真的觉得就是 既然有这个机会入围 因为昨天新闻看到有一些 没有入围的 就有一点 有一点大跌眼镜啦 我自己也挺心疼他们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既然我有这个机会入围 那得要积极一点 投票这样子 也要以这种 就是随缘的心态处置啦 是 因为去年就 那个跌破我自己的眼镜 我竟然入二十大这样子 我说天啊 我们的听众也太厉害了 还有当然我的亲戚朋友他们 我就觉得很惊讶 就觉得怎么可能 我一个小小广播员这样子 然后竟然入了二十大 有点吓到自己 哎呀 你不要忘记非博 哪里是小小广播员 好啦好啦 我们今天要听着了 好呀 好呀 好 首先我们今天要听一个 大家会觉得说 看到成林这个名字 马上想到就是熊猫 对 结果错啦 有人猜熊猫秘密 我去958那个 你的脸书看了 对 我也会想到熊猫秘密 也是这样的 因为在新年期间 我就看了那个中国的春晚 就听到熟悉的歌曲 信天游 那刹那间呢 哇 一些美好的回忆 就一一浮现了 在1987年 龚立主演的电影 《红高粮》 里面有一首歌叫《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对 我记得那是几个教夫呢 在台教室的一段表演 那这首歌是由赵继平作曲 张艺谋作词 江文演唱 然后呢 就在1994年 台湾歌手赵船 他就发表《精挑细选》专题 也收录了这首歌 紧接着呢 我们就有机会听到一些中国西北地区的歌曲 那信天游就是其中的一首 那可能有朋友就会问 什么是信天游呢 信天游就是流传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 它的曲调是悠扬高亢粗广奔放 展示了这些高原的自然景观 还有社会风貌和陕北人的精神世界 我记得当时除了信天游 我们还可以听到黄土高坡 山沟沟等这一类型的歌曲 那时我还在第三广播网工作 还没有933还没有成立 那我在值班的时候呢 就偶尔就会选拨成林演唱的信天游 这首歌呢 是由侯德建和刘志文作词 谢成强作曲 歌曲虽然唱的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情风貌 但是我在听歌的时候呢 也会联想到自己的童年 那现在我在听到这首歌曲呢 则是感叹这个时光的流逝了 成林他演唱的信天游 在音乐的处理上 大家留意一下很有特色 这个电子吉他的霸气演奏 就有给人一种很摇滚的感觉 那中间呢还加入了索纳 还加入了索纳 还有一些其他的乐器 电话线就在这里断掉了 我们先听成林的信天游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头像山沟 追逐流逝的岁月 风沙茫茫茫茫山枯 不见我的童年 我太狗像青天 手寻愿去从前 白云悠悠尽尽的游 什么都没改变 爱也听过我的歌 笑和清过我的脸 山南的花开花又落 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大地流向我的梦 星天又带走我的情 天上星星一点点 思念到永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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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听这首飞月经演唱的《屋檐下的思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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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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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紫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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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